那时候,耶稣因圣神而欢乐说, 父啊,天地的主宰,我称谢你, 因为你把这些事隐瞒了智慧和聪明的人, 缺歧视给小孩子。 是的,父啊,你原来喜欢这样做, 我父把一切交给我, 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是谁,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歧视的人以外, 也没有人认识父是谁。 耶稣转过身来,私下对门徒说,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,那眼睛是有福的。 我告诉你们,曾经有许多先知和君王, 希望看你们所看见的,却没有看见, 想听你们所听见的,却没有听到。 基督的福音, 基督我们赞美您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, 我们现在有时间, 也不忙, 可以慢慢地联系天主的话。 今天这一段福音是耶稣派遣宗徒们出去传教, 七十二位门徒出去, 之后回来了, 他们很高兴跟耶稣说, 哇,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, 魔鬼都怕我, 那个说我讲道理, 很多人都信了你, 每个人都很成功, 回来以后耶稣很高兴, 他就开始祈祷。 他说,父啊,天地的主宰, 我感谢你。 我们什么时候祈祷?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祈祷, 遇到难处, 解决不了了, 跪下了, 平常不念经, 不祈祷, 但是真的到了难处, 跪下了。 孩子突然病倒了, 很重, 在抢救, 妈妈跪着不起来, 邋遢的不起来, 求医生, 求天主, 你原谅我, 今天遇到了这件事, 我求你, 一定答应我, 那时候我们才跪下来。 你们看今天耶稣他, 在哪种情况下开始祈祷, 他在感恩, 他在高兴的时候, 今天遇到成功, 他感谢, 父啊天地的主宰, 我谢谢你。 我们问我们自己, 常常做感恩的祈祷吗? 我们是不是每天, 感谢天主祈祷? 一般的时候我发现, 求的比较多, 你像主日给神父上弥撒, 大部分都是求, 孩子病了, 求健康, 找工作, 找对象, 顺利, 平安, 我们那儿有一个教友, 每周都要上点弥撒, 每个主日念他的名字, 上五十块钱, 都是求平安, 怕不顺利, 其实我觉得感恩, 常常感恩, 小孩小的时候, 我们就叫他谢谢, 给你一块糖吃, 说成谢谢, 阿姨给你买了个小礼物, 你要知道, 谢谢, 从小我们就学习, 谢谢, 我们对天主也是这样, 每天看我们所有的, 为这些感恩, 以后我希望你们常常做感恩的祈祷, 当你感恩的时候, 你的心情不一样, 你们听过那个著名的故事, 半杯水, 杯里有一半, 一个不感恩的会说, 哦, 只有一半呀, 那个感恩的会说什么, 哈, 还不少, 还有一半, 是不是, 态度不一样, 我们就说, 哎, 只有一半, 那一半去哪儿了, 怎么就这点, 不给我倒满, 可是感恩的人, 哇, 有一半, 不少, 喝两口就管用, 不少, 不少, 很知足, 我们每天要看我们没有的, 我们总是求, 哎呀, 这个工作, 没人家工作好, 我这儿的日子, 不如人家过得好, 我们总是看不足, 所以拼了命的一样, 说实话, 你再拼命也有比你好的, 你是个人, 总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, 总有你面临的困境, 你常常不高兴, 因为你缺一些东西, 什么时候都缺, 除非有一天到了天堂上, 我们的心才会满足, 我们要是常常感恩, 看我们有的, 哎呦, 我的衣服不强, 没关系, 我身体挺壮, 这个鞋穿着不对付, 你看他穿皮鞋, 我才穿一个布鞋, 但是我的脚很好, 有好多人没有脚, 怎么办, 我能走路, 感恩, 我高兴, 这就叫知足, 常乐, 常常感恩, 感谢天主, 感恩也是一种什么态度呢, 一种孩子的态度, 我需要别人, 我认识到我的渺小, 别人给我做点事, 我感恩, 像刚才那个卫生间坏了, 你们修修卫生间的上下水, 从我心里很感恩, 这个路刚修好需要打扫, 卫生你们打扫, 我很感恩, 因为我自己做不了这些, 感恩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, 别人做了, 我很高兴, 感谢你们, 有你们真好, 一个不感恩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, 因为我也不缺你这个, 你做不做, 我还用给你说谢谢, 你不做我也照样做, 是不是你们觉得, 我们感谢天主, 感恩是承认我们的渺小, 在天主面前, 谢谢你, 你照顾着我, 没有你, 我今天不能活, 没有你, 我不一定怎么样, 所以感恩是来自内心的一种谦卑, 谦虚, 还有, 耶稣非常高兴, 他很喜乐, 他在圣神内欢乐, 欢乐来自哪里, 这个喜乐来自哪里, 有人说我喜乐不上来, 喜乐来自希望, 一个人没有孩子, 哪看都看不好, 还是不能生孩子, 他就喜乐不上来, 总觉得有一种压力, 自己的愿望实现不了, 他是怀孕了, 虽然很痛苦, 但是很喜乐, 对不对, 他有希望, 有希望就有喜乐, 所以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, 我说基督徒, 我们的福气, 就是有靠山, 天主是我们的靠山, 是我们的希望, 我们喜乐吧, 今天赔钱了, 没关系, 天主可能看到我有一点骄傲的苗头, 他要押服我一下, 让我的生意不顺利, 好, 我依靠他, 天主没有钱, 他也会让我活, 好, 我不生气, 天主谢谢你, 因为他爱我, 有他在, 谁能怎么样我, 我们的喜乐来自靠山, 来自希望, 这个是不变的, 如果我们的喜乐来自钱, 来自权力, 来自钱, 一个很有钱的家庭, 几年以前, 我讲的都是史诗, 结果现在完全, 可以说有一点丢魂落魄吧, 我不知道会不会夸张, 这个生病花一些钱, 那个赌博几百万出去, 说没落这个家庭就可以完全, 一两年之间就没落了, 就这么简单, 你还靠什么, 原来你说话才大气粗, 今天抬不起头来了, 我们靠的这些, 我们发愁, 我们生气, 我们的喜乐没有了, 我靠关系, 我们家有一个亲戚, 结果现在, 反腐运动一下子下去了, 谁也没有想到, 他自己先被抓了, 蹲了监狱, 判多少年, 整个的他的这个家族也好, 他的朋友一下子都受挂了, 我们不是靠他吗, 没用, 我们不要靠这些, 都靠不住, 我们的靠山就是天主, 这是我们喜乐的全缘, 谁变, 天主也不变, 他对你的爱, 他的能力, 所以我们靠他, 我们会常有喜乐, 随后, 最后一句话, 耶稣告诉门徒们,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, 那眼睛是有福的, 我告诉你们曾经, 有许多人, 先知君王, 希望看你们所看见的, 没有看见, 想听你们听到的, 没有听见, 耶稣在讲什么呢, 他们看到了救助, 他们遇到了耶稣, 耶稣说, 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, 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, 耶稣说这个, 多少人盼了几百年, 几千年没有看到我, 今天我来了, 现在这句话可以应用到, 你们这些来参加必经的, 弟兄姐妹身上, 你们是有福的, 你们这几天能够听到很多天主的话, 能够遇到天主, 如果你们渴望, 如果你们愿意能够遇到他, 你们是有福的, 你们被拣选, 天主教你们接近他, 所以感恩, 有一个感恩的机会, 最后呢, 我愿意用读经一这几句话来结束, 读经一, 以撒亚先知描述, 当救助来的时候, 豺狼跟羔羊一起共处, 虎豹跟小山羊一起躺卧, 牛犊和狮子在一个圈里喂养, 小牛和小熊在一起玩, 吃奶的婴儿跟毒蛇游戏, 你们能想象, 他在描述什么, 一片祥和的景象, 谁也不再欺负谁, 大家和平相处, 为什么天主来了, 那这些话应用到我们身上, 可能有的时候, 你像狮子一样厉害, 你妻子在家里像小山羊, 小绵羊一样, 你俩根本就放不到一起, 一到一起, 这个咬那个, 那个欺负那个, 那么天主来了, 让天主来, 让你变成小绵羊, 跟他一起相处, 有的像狮子, 有的像毒蛇, 我们有时说人的坏话, 我们的口像毒蛇一样, 到处散布毒液, 给人造成危害, 那么以后, 一个小孩可以跟毒蛇在一起玩, 意思是一个再有毛病的, 再不懂事的一个孩子, 你也能够原谅他, 你也能够容忍他, 你看今天的独精医多美, 当天主来了才有这些变化, 天主不来, 毒蛇还是毒蛇, 狮子还是狮子, 狗熊还是熊, 谁也不敢接近, 让我们期待, 降临期就是一个, 等着救助来改变我的时期, 一定不要以为, 教会安排着一个月, 也就是准备圣诞节, 一进将临期, 很多堂口就开始准备节目, 跳舞, 小品, 玩了一言, 大家一鼓掌, 过了, 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, 天主有没有到你的心里来, 到你家里来, 让豺狼变成绵羊, 让狮子跟小孩在一起生活, 这是救助来, 要改变我们, 好, 我想天主给我们这些话, 是叫我们听的, 也是让我们做的, 让我们大开心, 真的渴望这些改变, 天主要改变我们, 感谢他, 赞美他, 阿们 感谢他,